4 3 國北語創 全台首創 每天都在趕作業 我們不是中文系 但你們跟中文系不一樣的地方做什麼 一般中文系可能是比較偏古典詩詞 語創系會再多更多現代創作的部分 語創系分為創作組跟師資組 然後創作組就是以小說創作課 你去練習你的創作能力 那師資組的部分會有國語教材教法相關的課程 大四畢業之前會有一個畢業公演 是我們會跟校外的老師合作 我們會演繹出整個的舞台劇 也是一個很棒的學習 廖卓成老師會給很多像是理論 或是我們需要的一些能力 鄭博彥老師的 課程的架構非常清晰 在他的專長的科目上 老師教學的都非常有心得 林玉宏老師上課方式其實比較活潑 會有很多互動 還有你自己的創作方式 他也會食而幽默 然後有時候也會很正經的 給你一些創作上面的意見 這語創系是個非常多元的戲啦 因為你是喜歡創作的人 你就來讀創作組 如果你想要當小學老師 你就去讀師資組 所以我覺得思考還有創意 是進來這個戲之前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可以從什麼方面去培養 進來可能本身就會對閱讀有興趣 所以可以閱讀像是書籍啊 或者甚至是報道啊 新聞啊 所以都是很好可以收集創意的地方